比较古典的宫廷风 有没有像大酒店里面的下午茶店 这里吃的东西还不错 蛮实惠的 小面馆也能做到精致 奥妙是在那个酱油里面 加入一些海鲜 蟹 油骨一起熬制 12种云南成野生的干净 这油油气这么重的虫房 能精致到哪里去 光是这个沾板就有三种颜色 都有自己专门的招 大家好 我是王丽恩 一提到精致这个词呢 有时候啊 往往大家会把它跟昂贵 画上等号 确实啊 一些精致的菜品 跟普通的菜品相比呢 在价格上是要高出一些的 就像一些精致的猪猪女孩 往往也比较难追 所以嘛 精致就会给人一些距离感 那么我们今天上榜的这些店家呢 他们却同时兼顾了 精致和清明这两个关键词 这第一家店 我说编导 你们是不是走错片场了 黄帽车 旗袍 这是在拍哪一部戏呢 但是看这个演员好像有点野熟啊 原来是雨婷 你这身是在演电视剧 哎呀 你就不能让我过过瘾吗 你看 我今天还是特意打扮一番浪啊 说姑娘 能够迷活了 快点来吃米 哎呦 迷活了 不要吃米去了 原来不是片场 是家秦淮面馆啊 来到这家店 如果不看门头的话 你可能不会想象到 这里是一家本邦面馆哦 精致的石库门装修风格 干净 亮堂 还有各式各样的摆件 环境上说是一家西餐厅 也一点不违和 为什么说一点都不违和呢 你有在面馆看见过 有毛巾提供的吗 我们呢就是想让客户呢 有一个超值的一个体验 所以说呢 做面馆也可以用心 也可以做到很精致嘛 而且我们这个毛巾是免费的 免费的 对对对对 但西餐厅还要收服务费呢 除了毛巾 这里也不是给食客准备普通的牙签 而是对牙齿伤害较小的牙线 还有洗手台 除了标配的洗手间之外 还有护手霜 并且不止一款哦 有三款可以选择 是路过嘛 经过 但是吃了一次之后就次次来了 各方面都会做得很好 不管是味道还是服务还是装 一家餐厅吸引眼球的第一点 往往是外在环境 但是能留住这些食客的 还是口味 这样一份全家福可以吃到三种焦头 平时在外面单点一个焦头 也要二十几块 现在三个焦头只要四十八元哦 并且店家还有早餐面供应 价格也是相当实惠 老边啊 它烫的味道螺味一样 螺细嘛 一般性外面的汤啊 大部分用的是猪筒古炖的嘛 你们难不成还加了鱼虾海鲜啊 其实不是汤里面 二边是在那个酱油里面 这碗酱油 虽然从颜色上和家用酱油 看不出区别 但因独特的做法 这味道可是鲜香许多 除了用老坛酱油作为机体之外呢 我们会加入一些海鲜 蟹牛骨一起熬制 而且时间一定要达到16个小时 在熬制的时候 还需要有厨师专门看火 这样细心的制作才能熬煮出 又香又鲜的酱油 情怀小馆 上榜里有小面馆 也有高单餐厅的服务 精致餐厅也是会 花儿胡同音乐酒馆 刚进入这花园一般的餐厅 就传来这熟悉的歌声 手前手底不亮不散不四不望着天 看星星眼看两个三个四个脸呈现 背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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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下心愿 看阳风的心如果听得见 他一力实现 谢谢 谢谢我的伴奏 我今天也算是来过个瘾了 临时客串一下他们这里的助唱歌手 而这里的助唱表演呢 是只有在晚上六点之后才有的 所以我们先让你感受一下 他这里的音乐氛围 有没有觉得这家店 他整个视觉跟听觉 都让你觉得很享受呢 一抬头可以看到花的海洋 鲜花和水晶灯香结合的设计 显得格外温馨 浪漫 很受女性朋友们的喜爱哦 比较古典的宫廷风 在这几家周围几家店里面 是比较特别的 因为环境比较优美 然后现在有乐队助唱的话 也是比较就是时尚流行的嘛 这里吃的东西还不错 蛮实惠的 然后味道也不错 它这里的菜有多元化呀 各种各样的菜都有 确实哦 看了一下菜单 大多数菜品价格呢 都是在12元到78元之间不等 人均价格在90元左右 而且还有西餐 中餐 甜品 主食等等 非常丰富 他们家的菜系 真的是颠覆了我对音乐餐吧 过往那种偏见 因为我以为所有的餐吧 可能它的菜系 都是以什么薯条 油炸的鸡翅 或者是披萨为主 而在这里不光有北京烤鸭 还有泰式柠檬鱼 东南亚菜哦 还有川菜夫妻废片 然后这个是粤菜的蔬菜宝 所以基本上小伙伴们 想要吃的菜系 这里都能够点到了 那我们这么多菜品当中 挑选这道考验大厨功力和耐心的 黑胡椒子鸭尝尝 哇 鸭皮好酥 而且外面的烤鸭 都会比较油腻一点 他们家烤鸭啊 那个皮筋烤得很脆 然后它的肉质比较清爽 比较鲜美的那种 鸭子选的都是9到13周的子鸭 肉质较嫩 不油腻 随后涂抹上它们秘制的糖盐 请注意 是糖盐 传统的烤鸭它是用淮盐腌制 完了之后呢 我们这是用秘制的糖盐腌制 里面有甘草粉 沙姜粉 五香粉 回口偏甜 里面毕竟有甘草粉嘛 符合上海本地人的口味 将晾好的子鸭 涂抹上新餐常用的黑胡椒酱 有去腥 提香的功效 没想到这还是一道考验 大厨创意的菜品 花儿胡同音乐酒馆 上榜里游 宫廷花园风的餐厅 可以边听音乐 边尝美食 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的呢 就是这一家满满元气枣膏 店里主打的呢 就是枣膏和一些创意点心 这个枣膏啊 马香呢 困扬器比较一杯心 对这七类呢 特别高的 还是会让大家觉得惊喜的 选用的呢 都是荷田大枣 每一千克枣泥 要搭配两百克核桃 一百五十克枣丝 这一口下去啊 枣香四溢 还加入了西点礼会 通常用到的玫瑰 肉桂 苹果等等 让口味呢 也会更加的丰富 另外呢 店家还邀请了 山西当地的首艺人 来制作年轻人喜爱的 卡通嬷嬷 每个只要十五块钱哦 运用山西当地的花魔技艺 是象征着喜庆的 听说啊 也是山西人逢年过节 必做的点心之一 说到精致 怎么能少得了日料呢 但是我们都知道 日料店的消费人均 都不会太低 而我们今天来的这家 位于瑞优百货 B二层的寿司店 可以做到精致又实惠 难怪我们来的时候 已经做无虚席了 精致的日料 也可以吃出高性价比的 A苏喜欧峰寿司 这份仅售68元的 A苏喜寿司 可是店里的头牌 不仅造型别致 还可以同时吃到五种不同的口味 从颜值上来讲呢 这份寿司绝对达到了 日料店的标准水平 但是如果你是个要求很高的人 觉得精致缠度 离你心里的标准 还缠到每一点点的话 没关系 和这里还有个杀手锏 哇 超级漂亮的欧式寿司 有没有像那种大酒店里面的下午茶店 这样一份也很实惠 单价很便宜的 一个只要八块钱 这个颜值绝对可以说是从经济舱 直接跳到了头灯舱 既然叫欧式寿司 在摆盘上就与传统寿司不同 西餐的摆盘方式显得更为精致 这些寿司不仅都有好听的名字 并且每一个都有大厨的巧思 这两个是用海苔包起来比较常见 但另外这些外面包的食材各不相同 这个透明的是什么 这个是越南的春卷皮 这个是色拉菜 这边是火制的三文鱼 这个是牛油果 这个是黄色豆皮 这个是凌花酱的粉色豆皮 我就算去到日本 我也没有看到过人家寿司店 用这样做法的 你是怎么会想到的 因为之前我都是在欧美工作的 然后像这种传统日料 结合西式做法 其实在欧美现在是很流行的 那上海是我的故乡 所以我就想把它带回上海 这层欧式寿司 上面所搭配的食材也很西式 寿司不仅可以搭配蟹肉色拉 芒果酸文鱼竟然还能搭配薯条 因为每一个寿司 外面包裹的食材不同 制作起来也就相对比较繁琐 所以这份寿司每天是限量 这样一份外观精致又讲究的寿司 味道一定是值得期待的 鲜 甜 还有清香 你一口咬下去那个芒果的甜味 马上就出来了 A Sushi欧风寿司 上榜里有艺术品般的寿司 好看好吃又实惠 精致有时不一定是看得到的 炉火传奇仙君牛奶火锅 这家军菇火锅环境较为优雅思蜜 所有的军菇汤啊都是每天新鲜熬制 并且制作上也是由大厨严格把控的 而且这个大厨来头可不小哦 我们赶紧去见见他的庐山真面目吧 陈大叔 你好 陈小 师从顶级名厨孙兆国 获得过诸多极高荣誉 哈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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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是专门过来吃你们家 这个军菇火锅的 然后听说是这样的 就是他们家的军菇火锅呢 你先不用吃任何东西 你光是喝这个汤 就是可以鲜到不行的是吧 对对对 我们这个军粉包里面有 12种云南全野生的干菌熬制的 除了放生姜葱之外 不添加其他的任何东西 这就是用来熬制的12种野生菌 通过科学配比熬制 煮开后再焖制两小时 让野生菌菇的香味 完全散发出来 最终成为军菇火锅的底汤 这个是真的非常的鲜 而且它的鲜是很自然的那种 就是不像那种肉汤 你第一口就能够感觉很鲜 它这个是你回味的时候 是一层一层一层的 因为我们的菌菇呢 都是从云南采购回来 而是都是纯野生的 但云南的野生菌呢 不是说在一个地方 都能全部采购到 它会有各种的菌产制 不同的产地 所以要去到农库家去收购嘛 所以你基本上 如果是要买到 你这12种野生菌的话 就是你基本上要把云南省 给它跑一遍的那种感觉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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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但是我觉得喝到这口汤 是真的非常值 他们家不光是制作锅底的 菌菇是野生的 连涮品也都是野生的 而且野生菌不同于家养的 很受天气环境的影响 所以有失产量很不稳定 比如这个被称为 菌菇中钻石的野生黑松露 看节目的你真是幸运了 11月份店家就要上架咯 别看它其貌不扬的 但是喜劲切开后 看纹里闻香味 再配上一口菌菇酱油 嗯 你知道它是鲜啊 那是肯定的对不对 有这个汤 当然本身就是菌菇之王 但是还有一点 就是它吃上去的时候 是非常香的 但是我觉得 为什么要蘸这个酱油 这个酱油它回味的时候 是有一点点那种甜甜的感觉 所以它那个甜 和鲜在一起的时候 就特别能够 把它那个鲜味 给它凸显出来 当然啦 其他鲜菌也是各有特色 你可以点上一份 七彩云南仙菌拼盘 再配上一份澳洲古寺牛腩 还可以让你大口吃肉 实惠不止一点点 煮的本身就很酥的那种感觉 对不对 你看起来就是这样的 对 这个牛肉还吃一个 我们专属的牛肉蘸水 里面有青藤椒的香 还有我们的生姜葱的 这个原本的鲜香味 尝尝看啊 这个基本上已经属于嫩到没有朋友了 平常大家吃那个冬天吃火锅的时候 吃那个羊糕你知道吗 稍微在那个热水里面涮一涮 你就能够感受到那个嫩度 这个其实也一样的 非常非常的好吃 炉火传奇 先军牛腩火锅 上榜里油 实惠价格吃精致稀有野生食材 说到我们的技术 我们的技术是别人模仿不了的 我们的教授是发股民长 精致餐厅也是会 羊老土顺德粤菜 顺德自古以来就是富庶之地 民间整体厨艺颇高 也是广府粤菜的重要发源地之一 要挖掘新招数去顺德餐厅 一定不会失望 就是你知道哪一道菜 是用发股民长做的吗 就是那个五股什么 五股鲫鱼 五股鲫鱼 招牌的五股鲫鱼 一般平时不给它吃鲫鱼 鲫鱼就烧汤 给它喝汤不给它吃肉 但是像这个鱼 我们就可以把肉也给它吃了 点了两份还有一份带回家的 那个份带走的 对 据鱼老虾 据鱼老虾 真吃 话说鲫鱼也是出了名的刺多 能让男女老少都点赞 并且做到一根刺也没有 真的是难以置信 大厨到底用了什么方法呢 我要现场检验一下的 你现场操作一下呗 大厨这么快就好了 还没有 还没有 因为它还有很多少次的 你看一下 可是我肉眼已经看不到了 感觉大次都已经没有了 你要用手 我可以摸一下吗 可以 可以 就是这里是吧 摸到了 摸到了 这边有刺的 这边一条鱼它都有一个小的骨骑 到了真正展现技术的时候了 凭借几十年鲨鱼的经验 已经熟知鲫鱼的主要刺的部位在哪 只要用手一摸 就可以把这些刺连根拔起 留下纯肉部分 你可以拿起来看一下吧 刺在哪里 用手摸一下 用手摸一下 用手 一般很难看它就出来了 是的 我感觉到了 用手感觉到 将处理好的鲫鱼肉调味腌制 随后放入蒸箱里蒸 鲜嫩的五骨鲫鱼就这样出炉了 对了 这道菜是陈大厨在顺德比赛得过金奖的哦 用粤菜和川菜的结合手法制作 关键是 这道菜真的可以让你无所顾忌的大口吃鱼 哇 真的是一点一点刺都没有 而且鱼超级鲜的那种 虽然它上面铺满了那种辣椒 让你感觉会很辣 但是没有哦 恰巧这个辣椒很好地帮你把这个鱼腥味避掉了 同时还可以帮你开胃 哇 我不得不感叹一下 这顺德人也太会做鱼了吧 真的好吃哦 而且我跟大家说 他们家的性价比也是蛮高的 这一条鱼呢大概是七十多块钱 七十八 哦 七十八 你看老人小孩吃都蛮好的 因为没有刺 羊老土顺得月菜 上榜理由让前家老小放心吃 无次觊觎 躲在旧餐区后面的精致 穿越外婆家 外婆家 这个光在上海就已经很多家了 而且像这种大型的连锁 我感觉除了排队 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呀 外婆家虽然室友很多 但是他们家的定位其实是不一样的 我们要介绍的这家 可是上海唯一一家穿越外婆家 那个穿越在什么地方呢 穿越了 依然你看我们的环境 就是我们有现代的装修风格 而且我们也有复古的装饰 给人一种就是穿越的感觉 他们家做的是比较地道的杭帮菜 以咸鲜为主 你看到的所有菜品的精致 离不开厨房的井然有戏 我觉得他们家厨房呢 也特别有意思 色彩缤纷的 光是这个砧板就有三种颜色 绿色 红色 蓝色 这个是为什么 这是为了避免一个食物的 一个交叉感染 然后那个绿色呢 我们切那个蔬菜类的 蓝色呢是切那个和海鲜类的 而且这里的刀也是有编号的 不同的食材 刀用的也是不同的 比如说切扇背的话 就要用这把一号刀 这把刀相对分利一些 我们这里每个人呢 都有自己专门的刀 分得这么细 这么讲究 还有更讲究的 待会我要做的这个三杯呢 光是油呢 我们也要用三种油 它们分别是菜籽油 猪油和麻油 先是菜籽油炸酥 菜籽油相对来说 比较清淡一些 然后加入猪油调味 少许的猪油 可以起到一个提香的作用 之后把扇背倒入锅中 小火炒制 最后加入麻油再次提香 出锅后要加入虾仁 点缀即可 它居然是这种 外脆里嫩的口感 吃的就是新鲜现杀的 黄鳝的原汁原味 最后呢也要提醒大家 不要忘了来关注我们 陶醉上海的微信公众号 因为一些榜单的具体信息呢 我们会在微信公众号里 用推文的形式 再一次呈现给大家的 好了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在都市频道 不见不在咯 我是王爷 拜拜 美食情报天天搜索 玩乐榜单日日翻新 那么脆的面包包哪里找的 这个呢挺有碗式才供应的 在这个鲁儿店里吃过牛杂 有在牛杂店里吃过火锅吗 这是一份尽兴为你制作的 美食排行榜 为你护上吃喝玩乐 一网打进 不用出上海 都能有旅游度假的感觉了 吃火不就不能吃火 很正宗 这是上档式的团菜 想了解附上更多资讯 锁定陶醉上海